我要請教一下院長 請問院長知道總統要出訪嗎 細節還不清楚 但是知道他要出訪 他要出訪的話你是要顧家的 你應該要知道才對 我當然會顧家 細節等該知道的時候就會知道 什麼時候要出訪 哪一天 應該是3月底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總統預定是3月13號到19號 3月幾號 13號到19號 六天的時間 請教一下院長 或者部長 總統此刻出訪 是因為有外交危機嗎 跟委員報告 沒有危機 沒有任何的危機 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總統這次出訪 我們有中美洲議會的邀請 那也有瓜地馬拉政府 還有貝里斯政府的邀請 我們認為總統出訪 對於高層的互動非常大 這個邀請是什麼時候來的邀請 這個已經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不是近日的邀請 對不對 應該是選前就邀請的 去年就邀請 我舉個例來講 事實上瓜地馬拉政府 他原來是邀請總統去參加就職典禮 因為剛好是在選前 所以總統就沒有辦法去 特大就職已經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部長跟院長 我要講的是 當 這個時機點 把總統說他要出訪 當然我們可以有很多外交的正當理由 來說明總統為什麼出訪 可是問題是 在現在這個時機點 我必須坦白地講 民眾的反應可能會說 這是總統的畢業旅行 這是耗資千萬浪費公堂 民眾或者媒體都有可能做這樣子的解讀 所以我才會問說 總統此刻出訪 如果有他的危機必要性 或者是所謂的急迫性 我舉雙手贊成 但是如果正當性 急迫性跟必要性 都是打問號的時候 我希望外交部審慎評估 對總統做最好的建議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外交部 事實上是做過非常審慎的評估 我們也請相關的外管來做 我們認為我們鞏固邦交 這個是一個經常性的工作 總統出訪 跟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對於我們鞏固邦交 事實上有非常大的一個效益 鞏固邦交 所以我剛剛問嘛 邦交有沒有問題 邦交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總統 在任內跟這些國家高層的互動 我覺得這個對於鞏固邦交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效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中國大陸 其實在整個拉丁美洲 對於我們外交方面的壓力 其實是持續存在的 所以我們認為總統出訪 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效益 那你覺得他這一次去可以幫 蔡英文總統當選人 傳遞什麼訊息嗎 沒有 我想外交工作事實上是一個延續性 也是有它的一貫性 我們認為我們跟這些國家的邦交 能夠鞏固 對於我們未來的工作 其實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純粹就是例行性的鞏固邦移 對最主要是跟這些國家之間有相關的這個高層的互動 而且也有他們相關的邀請 這就是我剛剛所提的 在這個時候來做例行性的鞏固邦移的訪問的話 非常容易讓民眾把它解讀為 事實上今天下午在府裡面 他們也會對外做一個正式的說明 我想主要就是讓國人了解 就是總統這次出訪 他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外交的任務 因為中美洲議會有六個國家 是他的這個成員 那我也希望總統這次去 能夠到中美洲議會去做一個專題的演講 他去主要他要deliver什麼樣的message 我想這個訊息就是表示我們 對我們中美洲地區友邦的一個重視 還有對加勒比海友邦的一個重視 如果他這一趟沒有去有沒有差 我覺得當然有差別 高層的互動本身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我覺得委員應該也非常了解 任何元首之間的互動 對於我們外交工作我覺得是有非常重大的效益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他去完之後兩個月後就要換總統了 可是問題外交工作還是要繼續做啊 未來的政府也是要繼續來進行推動外交的工作 所以我剛剛問嘛 如果他是經常性的持續性的 那總統這一趟去不去差異大不大 你剛剛講是說很大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如果他沒有去的話 有可能邦交就會有危機喔 邦交沒有問題 我覺得我們跟這些國家之間的這些 友好合作關係透過高層的互動 能夠讓對方了解我們對於這些合作關係的一個重視 所以你認為如果這一趟總統出訪 可以為他在卸任前在外交上留下一個漂亮的身影 我覺得這也是其中的一個效益 我覺得就是讓總統的活路外交 能夠在過去這幾年持續推動 當然有他的效益 在這個時機點去做這樣的出訪 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的急迫性跟他的必要性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過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我們高層的互動 對於鞏固邦交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外交部如果你是做這樣的建議 我們期待 我們也拭目以待 這一趟總統的出訪是一個成果豐碩 能夠為他在外交上留下一個完美的Ending 不要回來之後或者在那邊的時候 又被外面認為說 唉呦 你去那裡幹什麼 你是不是又白跑這一趟 然後你是不是又浪費公堂 我剛剛有一個報告 我想總統出訪他會邀請 立法委員也會邀請我們相關的 在中美洲相關的一些業者 事實上我覺得這些對於我們未來 持續的推動關係都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我想我們拭目以待 接下來我再請教一下